48岁林小姐皮肤严重泛红 肿胀刺痛 仿佛薄到快破裂 一检查竟然发现脸上 如形蛮虫多达一百多只 就一确诊为玫瑰斑 虽然俗称酒糟 但其实跟喝酒一点关系也没有 玫瑰斑其实它是一个 慢性脸部泛红的一个问题 那它最主要会发生在这种中脸的位置 也就是我们俗称像在额头、鼻子、脸颊 还有下巴这个位置呈现肝致型 那会反复泛红或者是那种不定期的一个泛红 甚至有时候严重还会合并有 丘诊、浓泡、血管扩张的一个问题 这些患者大部分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像晚上没办法好好睡觉 或者是说在工作上常常会被误解 甚至开车的时候会被警察抓 还有以为是酒驾 那甚至像在外出的时候 她不太敢晒太阳 所以这些都是在生活上很大的问题 二十几岁到四十几岁的一个女性是最常见的 那一般来讲就是她们皮肤通常肤色会白一点 那再加上她们长时间可能皮肤会比较属于这种敏感 或者是甚至有些人容易过敏的一个状况 那有时候会过度的去做一些医美的处理 或者是擦药膏 造成皮肤更容易受损 八至九成的玫瑰斑患者 脸上都有如形蛮虫超标的状况 务必先咽虫再杀虫才能对症下药 如果有疑似玫瑰斑 我们会先检查脸上的如形蛮虫数量如果超标 咽虫的话我们基本上比较常用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用挤的 挤的最准不过也会比较痛 那另外一种是用快干胶粘贴吧 如果说是用挤的话 超过十只以上就超标 那如果说是用黏的话 大概是抓五只以上就是超标 如形蛮虫数量如果超标 会先用杀虫的特效药 其实效果会进步非常快 根据台湾皮肤科医学会最新版的 Resetia诊断与治疗指引 近年国际上新增许多治疗方法 搭配日常保养 就有机会找回美籍 我们还是要去避免诱发因子 像说紫外线的曝晒 像说长期在很热的一个环境 比如说我们去泡三温暖 我们知道这些因子 我们尽量要去把它去排除掉 还有提到是说尽量不要给皮肤太多二度的伤害 不要用到一些太多过度的一些保养品 甚至到美容做一些磨皮 或是做一些颗粒状的去角质 这些都是对皮肤来讲的 都是一些二度的一些伤害 我们每天能够做的 第一点我们就要保湿 保湿再保湿 然后没办法避免到外面去晒到太阳的话 我们防晒要选择大概SPF30以上 再接下来就是说尽量选择物理性的防晒 尽量少选择所谓的化学性防晒 早一点点的来把它诊断出来 我们就能够早一点来提早做预防 让它能够更勇敢踏出去 而且正常的一些社交 也不会害怕犯红像这样的状态 健康医疗网综合报道